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就任一周年 当天在开罗有将近50万人上街头 在第二大城Alexandra大概有20万人上街头 全埃及大概有上百万人上街头 埃及总共有8400万人口左右 不过第一时间路透社就曾经用直升机看到了这场示威行动 他基本说坦白来说 比不上两年前当时阿拉伯之春当时抗争的模式 不过很快的埃及的军方就宣布 当天抗争的人数高达1400万人 这个时候很多人注意到军方的角色 没有多久军方就立刻说 现任的总统Morsi 他个人的领导风格已经失去了民心 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通令 48小时之内他回应民众的要求 民众对他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滚蛋 这个时候Morsi也是隶属于穆斯林兄弟会 也是埃及这一次完全依民主选举 在没有任何舞弊情形之下 产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教派的总统 坐下来愿意和发生政变的这个军队领袖 他的名字叫LCC 两个人坐下来谈判 谈判破裂就非常精彩的一个过程 就是到48小时等于是台湾晚上11点 那个时刻呢 他马上48小时宣布谈判破裂 然后直升机直接在总统府的官邸上降落 逮捕总统 而且原来是保护总统的随护 跟旁边的军队转而变成逮捕者 换句话说在埃及军人说了算 而LCC的职务呢 也是由现任的总统Morsi 前任的总统Morsi一手提拔的 在埃及的军队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他拥有国家的资产将近四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左右 他每一年直接的接受美国对他的军事援助 就是这个军事援助不是给埃及政府 再拨给埃及军队 是美国政府直接给埃及军队 所以相当多的人认为 美国在这里头扮演的角色 美国完全没有阻止这一场军事政变 也没有对埃及军方提出警告 也没有对于一个民选总统 用这种政变的方式产生 他们觉得被推翻 那么他们觉得是一个不当的行为 那么由于这个整个过程相当的粗糙 到目前为止呢 穆斯兰兄弟会的支持者 韩磊仍然继续的抗争 那么抗争仍然在埃及跟开罗的街头 那么穆斯兰兄弟会的领导者 在开罗的郊外广场含泪演讲 他说我们要誓死保护 这个国家的民主是假的 投票项是假的 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假的 我们要我们总统回来 而旁边全部都是撞甲车 虽然已经有七个人死亡 目前为止 穆斯兰兄弟会仍然继续抗争当中 埃及政局的发展 快的让人喘不过气 如洪水般涌动的示威人潮 从6月30号 穆斯兰兄弟就职满周年起 占据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 隔天军方便宣布下达48小时的最后通牒 要求穆斯满足人民的要求 否则扬言介入 7月3号 军方最后通牒实现到期前 全世界摒弃宁神 还来不及揣测埃及的下一步 埃及当地时间傍晚7点 穆斯被告知 他不再是埃及总统 短短4天之内 埃及人民力量再次推倒了一位总统 目前幕后 军方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即使卡达和土耳其等国家 纷纷谴责由军方发动的政变 民众还来不及思考国家的未来 或者军方介入所象征的意义 现本能地因为目的达成而陷入狂信 就很广意 24时之前我们听说 President Warsee 他用了45分之兵的 speech 至全国的舆轮 正在辞训练 也不过过50次 他曾经说的 检台立即是 已经年轻年前 他正在用家的巨人 和他的身份 这些人会告诉你 埃及街头仿佛瞬间蜕变成超大游乐场 五彩烟火在夜空迸发 欢呼声响彻云霄 军方领袖也就是这场政变的灵魂人物 国防部长阿塞西发表电视演说 宣布穆西已经被罢处 他并公开一份路线图 阿塞西塑造一种全国大团结的气氛 围在他身边的除了回教和基督教等宗教领袖 还有享誉全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埃及反对派领袖艾尔巴迪 在此同时 警方下令逮捕穆斯林兄弟会300名领袖和成员 兄弟会所属的电视台也被封台 最高法院院长曼苏尔 立即宣誓就任过渡政府的临时总统 他强调会表彰革命精神 尊重宪法捍卫人民权益 但外界急于听到的答案 也就是何时举行选举 恢复民主体制 曼苏尔并没有清楚交代 埃及政变后的隔天 军方的喷射机在空中进行分裂式 机尾喷出美丽的彩色烟幕 却更像是在展现军方的力量 提醒着世人 政变中武装部队扮演的角色 埃及二次革命的起因 说穿了都是因为经济 这位老兄在长长的车阵中 排队好几个小时 只为等加油 左等右等还是没有可加 干脆拿出号角吹降起来 这是埃及最新的汽油短缺危机 全国各地都可见类似的景象 夏季傲热的天候 让人火气更大 有钱也买不到汽油 埃及人更深信母习的无能 这只是冰山一角 其余民生经济面向 通膨和事业率高涨 经济成长大幅下滑 埃及最仰赖的外汇来源 观光业 业急速萎缩 穆希拿不出振兴经济的方法 又把心力放在巩固政权上 尤其他过度偏向 他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 像一把利刃 在埃及社会切了一个大伤口 加深回教和世俗两派的分裂 经济政治风波不断 酿成了这次的抗争 一个自称叛徒的青年团体 在得不到穆希正面回应后 号召民众联署请愿书 要求穆希下台 6月30号 埃及人响应反对派号召 空派画面显示 密密麻麻的人潮从解放广场涌出 满意到临近地区 和跨尼罗河的好几条条 我们选择了他 民众反应是欢欣鼓舞 穆希的支持者也举行了示威 表达对穆希的力挺 然而支持者再生死力竭 也挽不回大势已去的厄运 支持反反对穆希的两派人马 多次爆发冲突 反穆希的阵营把矛头对准穆斯林兄弟会 放火焚烧总部 这场失序事件演变成至少八人死亡 政变后当局把这起死亡冲突 回咎于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袖 他被控煽动罪亦遭到逮捕 目前穆希下落不明 消息人士指出 他被软禁在军方移出设施 在他被推翻后 总统府的YouTube频道出现了一段影片 片中穆希谴责军方罢黜他的政变 同时也呼吁支持者误诉出暴力手段 但影片两小时后就被离除 穆希的支持者仍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他们表示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 也要捍卫合法选出的总统 气氛持续紧绷着 支持穆希阵营不肯退让 反对派也持续示威 全国不时传出两派人马的冲突 一天之内至少造成30人死亡 超过两百人受伤 这一夜 解放广场响起了枪声 支持者拼命逃窜 混乱中据说有一人被射杀 二次革命才正开始 未来情势究竟会如何演变 让人捏把冷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